二肥梅 阿姨要站你的 妈妈背影好了 妈妈背影 因为这些盐茶一年采一次 采季节在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虫子还没有带来换自己的 所以呢 等它 茶叶采完之后温度上升了 那虫子也出来了 这时候它已经不需要采了 所以呢,这个盐茶是 不要打门要的 哇,我喜欢这个山谷 真漂亮 只有八两 封销的时候只有八两 对啊,一颗封销的时候 在奥运会的时候,中国第一个 获得金牌的运动员是谁 就举重的 名字叫陈谢霞 他除了有奖金之外 还获得由福建省政府 大部分二十克 二十克 二十克泡多少茶? 泡三次,三泡茶 一般我们一泡是七克 他泡三泡茶 那个获得金牌运动员的那个 第一个手金的 哇,这六颗 真是很尊贵 这个小破房子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然后派了八个解放军 在这里守候着 为了是要保卫 这里的六颗大红袍 因为这些是专攻毛主席引用的 我认识地外人 他是做茶世家的 他告诉我大红袍 是属于 不是属于乌龙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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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大虎一乡是乌龙茶 有红茶的发源地 但是大虎一乌龙茶 就是乌龙茶 我能够吃一乌龙茶 中性的 对,它是中性的 半发酱 我吃的是特级的 很香 中性是半发酱 绿茶是不发酱的 我们红茶是全发酱的 乌龙茶是取其中间 既有绿茶的清香 又有红茶的甘醇 属于半发酱的乌龙茶 所以有下喝绿东喝红 从一年四季喝乌龙之前 对,它还是酸 所以 像鱼泡我们一般不喝呢 是因为呢 我们这个茶叶 算是特烘焙的 所以对客人的尊敬 第一道茶 我们用一式的烘焙 这样比较味深的 还可以用一式的烘焙 这个是家宁的 第一个烘焙 这是家宁的烘焙 有时候就跟烘焙 买了 这一式的烘焙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那我用点点 没关系 我经常喝 稍微等一些 谢谢